这是一部经典的喜剧电影 法国人民帮助英国空军 从德军眼皮子底下逃出法国的故事 二战时期德军占领了法国 英国作为法国的盟友派来了轰炸机支援 这架飞机刚完成任务 就被巴黎的德军击毁 飞行员们被迫跳伞 好了 跳吧 等一等 我们在哪儿会合 哦 对 土耳其浴室 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 他们相约降落后 在土耳其浴室会合 队长大胡子掉在了动物园里面 被动物园的管理员救了下来 他要赶紧前往土耳其浴室 飞行员皮特的境遇就比较糟糕 掉在了德军司令部 还连累了一个油漆匠 油漆匠被认为是皮特的同谋 两人赶紧躲进了附近的居民楼 紧迫关头 他们遇到了个金发美女朱利亚 皮特躲在了窗外的电梯上 油漆匠满身白白的油漆 正好假装自己在洗澡 我真羡慕你们 身边都没老 我跟着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等先生他们一走 我就揍你 飞行员迈金掉在了歌剧院的楼顶 剧院里面的指挥家正在疯狂排练 今天晚上德军要包场听音乐演奏 不过因为飞行员掉在了这里 德军封锁了歌剧院 开始搜查 好在指挥家也是好人 立马让飞行员迈金 伪装成自己的学生 这才打消了德军的嫌疑 不不不不 吕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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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的 你到底要找什么 找呢英国人 我是不是 不是 他是不是 不是 三个飞行员躲过了德军的第一波追捕 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去土耳其浴室与他们的队长会合 可在德军如此严密的搜查之下 他们只要一出门就会被抓 所以他们都让代理人去街头 皮特让油漆匠去街头 麦金让指挥家去街头 我去土耳其浴室 街头暗号是鸳鸯茶 鸳鸯茶 鸳鸯品 我跟你 他们只知道队长有个大胡子 可队长为了掩人耳目 已经把自己的胡子给剃了 还好他们都成功找到了队的人 指挥家与油漆匠都以为 他们的危险任务到此结束 没想到指挥家回到割剧院才发现 他的学生麦金已经暴露逃走 他也受到牵连被控制了起来 不过德军目前还不会对他动粗 这要等到今天晚上 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 可在这之前先生 你由我看管 油漆匠被队长拉着偷了两套德军制服 就这样大摇大摆的 回到了木偶剧团 木偶剧团是朱利亚工作的地方 队长与皮特两人终于见面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逃出法国 油漆匠在法国也没法待下去了 朱利亚姑娘决定要给他们带路 下一步是要赶明天早上八点的火车 前往法国边境的环球旅馆 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 Megintosh 皮特你受伤了就别去了 你跟我去吧 这个事儿嘛 好我同意我去 两人穿着德军制服大摇大摆的来到了歌剧院 刘七将的制服看来等级很高 直接就被带到了二楼雅座 指挥家被强迫指挥今晚的演奏 原来在剧院里还有地下游击队 游击队在座位上安装了炸弹 打算炸死来听歌剧的德军军官 现场一下子乱做一团 指挥家趁机逃走 结果被游击将和队长抓住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两人架着指挥家混了进去 随后他们又在后台找到了麦金 原来麦金被德军发现后 就开始男扮女装混在了舞蹈队里面 一路顺风 一行人通过剧院的下水道逃了出去 可是穿着这身衣服实在是眨眼 他们不得不想办法 弄几套正常一点的衣服 他们通过男扮女装的麦金 在昏暗的灯光下 勾引来了四个男人 也弄来了四套衣服 立马就前往火车站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开往边境的火车已经出发 皮特与金发朱利亚只能先行一步 其余的队友只能想别的办法 他们直接弄了一辆小汽车 可惜这车没开多远就没油了 队长与麦金是英国军人 长途赶路毫无压力 指挥家和油漆匠就够呛了 尤其是指挥家满身发不完的牢骚 好在他们没走多远 就弄到了一辆修道院的卡车 德军早已在路上设了关卡 他们也只能强行闯关 一群人被一群德军追赶 他们现在手里唯一的武器 只有南瓜 于是他们用南瓜对着德军 就是一顿招呼 一群人逃脱后 终于到达了边境小镇 队长和麦金不方便出来活动 一直躲在修道院 所以还是指挥家和油漆匠出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边境 找到环球旅馆 与皮特和朱莉亚接头 指挥家又是满身的牢骚 为了快一点 这辆坏车你来骑 我来骑你的车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上次要我的鞋 这次要我的车 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环球旅馆 结果一大群德军正在这里聚会 两人当场就傻了眼 还好旅店老板非常机灵 马上就说指挥家是他的丈夫 朱莉亚也说油漆匠是他的丈夫 按照约定飞行员皮特 应该在旅馆等他们 可却没见到皮特的身影 原来在那天皮特与朱莉亚上火车后 皮特就因为英国口音的原因 被车上的德军发现当场被抓 现在被关在了边境的德军军营里面 指挥家与油漆匠算是街头失败 也只能先在旅馆住上一晚 谁啊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好家伙 那个追捕他们的德军军官 居然也订了这家环球旅馆 还因为一个上下旋转的门牌号 导致他们走错了房间 油漆匠与士兵睡到了一起 指挥家与追捕他们的军官睡在了一起 还好军官睡得跟猪一样 完全没有发现他们 一晚上算是有惊无险 第二天一大早 老板娘给他们找了两套巡逻队的制服 还给了他们两条狗牵着 这两条狗能带领他们抄小路离开法国 于是油漆匠与指挥家又上路了 你过来 你是不是想一路上都让我驮着你走啊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穿我鞋 换我车 这两条狗的确非常认怒 直接把他们带到了真正的巡逻队那里 这一下糟了 刚到边境就被抓了回来 关进了边境的德军军营 这一下真是插翅难逃了 杀了我我也不开口 我也不开口 杀了你我也不开口 你这人就是够朋友 另一边躲在修道院的队长与麦金 每天过着美酒佳肴的日子 修道院的嬷嬷给他们出了主意 将两人藏在了红酒酒桶里面 借着给德军送酒的机会 就会获得通行证 如此一来两人便能顺利离开法国 结果谢酒的小兵师的大聪明 搬错了酒桶 直接把队长和麦金搬进了酒窖 两人果断打晕了来偷酒的大聪明 换上德军制服 混在了人群里面 当走出酒窖 就看见了他们的队友皮特 原来皮特早就被抓来了边境军营 至此他们一伙人算是会合了 不过是在德军的军营里面 队长他们又打晕了一个德军 让皮特也换上了德军制服 他们现在全都穿上了制服 还偷偷去酒窖放了一把大火 成功引发了军营的混乱 所有人都戴上了消防面具 又都穿着同样的制服 搞得军官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趁着混乱他们扎破了所有的军车 就连自己用来逃跑的车都给扎了 还好默默发现送错酒后折返了回来 他们坐上马车一路狂奔 军官发现所有的车都报废了 立马调来了装甲车还有侦察机 他们要扫射了 不会 这是侦察机 默默将他们带到了一个飞机仓库 打算坐飞机逃离法国 没想到这飞机居然是滑翔机 不过好在这里还有一样破车 于是他们便用汽车牵引 成功让滑翔机飞了起来 德军随后就追到了这里 军官命令一定要把这群人打下来 可这机枪手还是之前那个大聪明 不仅眼神不好脑子还笑道 直接把自家的侦察机给打了下来 至此他们成功逃出了被德军占领的法国 可以吗 默默 还有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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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